當師兄當在創民擔心後 10年代基金菜粿要吃 想不到這個平靜的菜粿有夠厚生 所以這台風將其他的菜粿奔送給出品頭尾 今年到目前超過400條 前年超過幾十年的歷史 我這裡有在製培有在培養我還要等身 還要免費了沒有人這麼清潔 不然沒半條 每條都送 用菜粿給朋友也可以 算用我的口感來大家給這裡享福 其中這兩條等到超過七十公分的菜粿 是一台北流下來要做盡用的 沒有在噴農油 要喝水才會比較多 應該兩千塊頭七十公分 但我們流在製造 不用說人家不可以把我們抹起來 我們要搖台 要去菜團 所以我才北流在製造都有這麼長的機會 這幾年來這裡有菜粿就送給親家朋友 給收到菜粿的民眾是非常感動 在擔心後生菜粿每一年 這十多年我來都看整個身體這麼高 都這種種 長的啦 這菜粿身體這麼漂亮 每次都每次掛送人 不包括菜粿這麼高的啦 雖然大部分的菜粿都是要送人吃的 不過擔心後並不會因為這樣做青菜 電動是竟敢用心照顧 所以傳明就有這幾條 各幾條不用錢有個碎菜粿 和合家 繼續觀眾朋友才很不得 不去 什麼 看 上 腦